哈喽大家早上好我是半仙 今天的话我们就要出发前往丽江了 本来想着今天上午的话 还能去卖上几百单那个葡萄柚 但是这边少数民族又过年了 没人摘果子 然后果子很不错视频也拍过来了 但是这样的话这次就错过了 错过的话 想吃葡萄柚的等我们从那个丽江回来吧 回来给大家上个几百单 我们就出发去这个地方 就如果我们回来还有的情况下 早上起来在这吃个米线 刚在这边沟通好 本来这个葡萄柚是没了没供人 好嘞好嘞 然后又找了一家 看这葡萄柚漂亮吧 刚才我们尝了一下口感很好 但今天卖不了 要到明天去了 我今天把订金跟那个 我今天把那个钱给人家交了 这样的话明天就可以确定有货 很漂亮啊 直接订了两吨 先让你走的啊 好了这会我们到了 到老奖这了 我要把车换个模式 换个越远模式 它这个pro有点抖 上去以后 门开进去吗 等一下等一下 要开上去 把我车顶心里箱的东西全部卸下来 然后拉我们这次去的装备 你叫啥呀你 你咋这么凶啊 一天天的 嗯 谁偷你机了 哎呀 哎呀 进 看这个越远模式 一介入 一下就上来了 都不打花 好嘞 到这边以后 把这个车已经全部收拾出来了 把一些东西全部放在上面了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车是可以坐七个人的 然后刚好我们一车全部都走了 就开一个车去行了 开两个车的话 过去 呃 又多增加费用 因为到那边的话 我们是需要人的 刚才这个葡萄柚本来说今天 那个 上不了的 后来他们没打电话 说今天天气不错还能上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呃 上了500单 现在等老杨他们过来 过来的话 我们就准备出发 我们的这个葡萄柚现在也结束了 呃 就上了500单啊 一人限购了一单 这个果子确实不错 水分也很多 你需要这种刚落地的果 刚摘下来的 现在有个 七分甜三分酸吧 这个柚子的呢 一般的话会越放越甜 懂柚子的应该都是会知道的 这个越放越甜 所以你们收到果子的话 你们回去的话 尽量是 呃 到了可以先吃一个 第二天再吃一个 因为有六五六个果嘛 感受一下每天果子的那个糖度的那个变化啊 就越放越甜 然后剩下的话 明天中午的十二点 明天中午的十二点的话 我们还会有将近 五百单吧 三到五百单吧 大概那个样子 然后 现在我们跟那个Kimi打个招呼 就出发前往丽江 谢谢大家